她剛才也有分享到如果她是斜幹的話 她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角色在這當中 對 好 那我又不多說了 請她待會呢就是直接上台 和我們一起分享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歡迎遠媽 嗨 各位大家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Win Wars 從行動開始 二人兄弟英文是Win Win就是勝利的英文 然後其實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去做 其實都想要成功嘛 所以我們也想要成功 可是成功最重要的關鍵是 最重要的關鍵是你要去做 你做了以後才知道問題在哪裡 然後去做調整才有可能成功 就像爬山一樣 如果你沒有爬到第一個階段 你不可能爬到山裡的 所以我們都是二人兄弟一路走來 那我很喜歡這張左邊的圖 因為從我進入職場開始 我身上就會有一個兵型的包包 這個包包就隨時我看到一些有創意的東西 或者是我亂街看電視覺得很好的素材 其實我都會把它放在那兵型包包裡面 那透過我的資歷過我的一些經驗 消化出來之後會變成我的創意 所以其實二人兄弟就是像這樣的歷程裡來 然後創造出來的東西去步驟行動 那到底在這之前我的背景和經歷是什麼樣的呢 其實我剛剛講到說工作的資歷很久了嘛 你看了1992年超久的 然後你看這邊都沒有電腦 就早期的工作就是手工搞時代 對 然後我過去的剛剛那個工作是在ATP百貨 就是做流行服飾 所以我們經歷過那種 知道半夜十二點進場 做櫥窗不好玩的工作時期 然後後來我就 那個時候我還是在實踐點夜間部 我是夜間部一年級開始出來工作 所以我到畢業的時候 其實就跟我的老闆跳槽道那時候 有一個新的百貨公司 叫春天百貨法系的 我就帶領一個團隊 然後挑戰 剛畢業就是要規劃一整館的設計 然後也很幸運到這個 法國春天百貨他是一個150年的老百貨 我去做當地的實習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這件事情 其實他對我有一個滿深的影響 這樣百貨公司我去的時候 他們正在做聖誕節櫥窗 我才知道他們每一年為了聖誕節櫥窗 有一組人他一年的工作 他的工作內容就是做聖誕節櫥窗 他尤其現在開始的話 明年聖誕節櫥窗 就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大概有六七個櫥窗 那每一個櫥窗都在做電動這種娃娃角色 是電動的 到現在為止 從當年到現在 他們每一年都做 我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然後像剛才是Diel 這個是Galafé 就是那個Shadow設計師 他會為了一些主題做一些電動 他的實際狀況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影片 邊看邊講 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我是很驚訝 因為你知道 正在廚房前面 你可以看十五分鐘都不會嫌疑 他的每個娃娃的動態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是有情節和故事的 我那時候就請教說 製造這個工作的人員 他說他們是一個家族 他們不是外包廠商 他們這個技術是不外人的 就是透過魚線 然後還有這個十字檔去做交錯 然後做每個竹窗都有一些故事 所以你知道 每一年這個時候 大家都會去春天百貨喬盛 然後前面階梯也有小朋友 可以站的問號去看 然後你知道這件事 給我的啟發是什麼嗎 我就發現 現在其實各大百貨公司 都會做竹窗主題生態 可是只有這家百貨公司 他每一年都做一件事 就是電動竹窗 這是我們春天百貨的DNA 就是他走出他自己的路 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 包括二女兄在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我自己的DNA 是我自己的路 因為你跟別人 有一些宇宙不同的時候 就是你的地位 大家剛剛有講到說 如果有一些品牌撐得久 以後就可以活得下去 可是你一定要對人家找出 不一樣的存在哪裡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是影響蠻大的 那我為什麼會開始想要創業 我為什麼用這張圖 就是跟談戀愛一樣 即是意外 我沒有想過要創業就創業 其實像是意外 我一開剛剛那家公司之後 我到一個通訊業 然後本來通訊是同工發展 後來又泡工化 面臨要裁員 然後那時候 我是一個企劃部門主管 我想說既然要裁掉 我就領職 可是我老闆就鼓勵我說 你要出來創業啊 因為辦公室還有很多啊 空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創業啊 我就說 我還沒準備好 第一個 我又不是業務出身 我沒有客戶 第二個 我也沒有資金 第三個我英文不好 結果老闆就回答我一句話 他說創業這件事情 你永遠準備不好 只有頭破血流以後 你就知道該怎麼做 還有我覺得還蠻有道理 而且何況老闆說 還願意出一些資金 幫助我創業 你就說好 就來試試看 於是剛開始就開始招募人員 然後三個人就開始做風上創業 然後反正班工作都在嘛 那我們就做我們擅長的視覺設計 那只要跟視覺設計 有關的案子我們都做 比如說像這樣 除了視覺設計之外 像客戶開發的創業商品 這是環保帶蛋糕 還有毛巾蛋糕 都做我們去做的等等 然後包括陳列 或者是像比如說 藝人郭彥甫 還有畫畫的專長 我們幫他每個做一個 開創設計款的年齡包的企劃 然後還有一些包裝啊 立體陳列 都是我們擅長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接了一些 就是原創角色的一個客戶的部分 那這次比較代表 就是大陸發家族的發展 一家也是我們畫的 可是我們就覺得說 你知道我們過去的客戶 還有得獎作品 但只能說余有的 我們今天因為他們買斷了 跟我們不關 這個跟我們不是 可是會覺得說 如果這些東西是自己的多好 所以其實心中 就一直想要做自己的品牌 所以呢 但我為什麼要用我自己的小孩 當這個品牌呢 你知道我們同學很多人 有小孩 他們也有用自己的小孩 當品牌 那為什麼呢 從這樣照片就知道了 因為我兩個很寶貝的兒子 他們村頭就桌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曾經回到家 我發現我高位鞋 被散落一地 不知道他們在幹我幹什麼事 然後還曾經發現 我的內衣被拿出來當最飆色的 我就知道 這兩個小孩真是 創意無限 就是好多我的題材可以做 可是他們又很可愛 然後男生 有兄弟的知道 一定會打架嘛 一定會爭吟嘛 可是他們又會和好 所以我覺得說 我應該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 於是有一次 我就發現我老大 你知道幼稚園的時候 教那個蠟筆畫畫 你知道白色蠟筆 可以蓋出很多顏色 他學會之後他很開心 他回去把那個蠟筆 塗在自己牙齒上面 我趕快牙齒變很乾淨 你知道那時候我真的崩潰了 然後老二小女 那時候是口腔起 那小孩口腔起喜歡去 那個是不一樣 會問他學發明 然後為了訓練他喜歡刷牙 我買那個香蕉口味的那個 牙膏可以吃的 他就熱愛刷牙 他對毛刷類就感興趣 於是我們家魚缸牙刷 沒有被放過 還有我們家那個鞋櫃牙刷 那個刷子也沒有被放過 你知道我真的就是 變成一個暴走媽媽 然後這些題材 其實我覺得 真的很適合來做那個角色 所以我就把它優化一下 然後想要這樣定位 因為我是媽媽角色 希望做一個跟教育有關的 然後希望我想 想走的是授權品牌 而不是插話這件事情 所以我透過我們的團隊 在本業之外的時間 把它做優化之後 開始創作 那我剛剛講到DNA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路是什麼 我們的路線就是萌唱動畫 萌唱動畫其實萌唱就是 小朋友發音的 所以我們的唱歌的所有的歌曲 都是用兩個小孩配音 他們從一個很不甘願配音的角色 到現在自認為是股東認真的 那很多唱唱歌曲呢 有教育類的 像九九城發表啊 時間歌 然後也有一些翻唱的 然後有一些解情歌 那在YouTube頻道上 都可以看到 大概有八十部影音 那後來我們也開發很多商品 不過我們並不是以販售商品為主 主要都是堆疊這個品牌的價值 去做授權這個階段 然後我們在國內的地方 比較多做一些是展覽的部分 然後希望透過一些媒體的宣傳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我們 然後待會兒我們要去做商標的登記 還有剛剛講到圖庫 因為他畢竟要有一些 這些圖庫的能量去做授權 所以我們就跟幼兒園 有一些合作的機會 還有一些我們有職相互的人 有一些親子表演 像我們一些原創的歌曲 都可以做一些親子的互動 然後也跟兒童的商品做授權 那現在在那個台北地下街的 那個淘基捷捷運通道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這些 裝技術可以去打卡拍照 那我們比較多的蓬勃發展 是在大陸市場 因為現在二台化開放 所以在學齡前這塊的市場授權 是還蠻蓬勃發展的 那目前在中國市場還不錯的成績 那創業過程有很多的挑戰 那因為時間很短 我就講一個 我們最常遇到就是展覽 那我目前來講 應該二宇兄弟是目前 因為台灣有個文化部的 Fresh Taiwan的徵選 那我們應該是目前 唯一連續五屆入學的廠商 那前期在2014 2015的時候 Las Vegas跟東京展的時候 當時的做法是 沒有所謂的顧問老師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直接去參展 然後確實也是狗血淋頭 為什麼就是 語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授權是一個 人對人的一個合作的事情 所以尤其像 美國就雖然日本很嚴重 你講英文它是落袍的 一定要當地的日文 才有辦法談生意 所以等於這兩個站 略回來是沒有什麼收穫 但是我個人認為 任何的展覽都要有收穫 即便是回來調整都是收穫 因為我會問買家 或他們覺得我的東西怎麼樣 因為我是少數所謂的創作者 又站在明顯的 所以我可以接受一些建議再多調整 然後我們自己想說 那不然就是以華語市場為主 所以我們參加商量國際的授權展 這邊比較花的時間比較多 然後透過現在近期的 Fresh Taiwan展的好處是都有業施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參加這些徵選 因為他會教你很多關於授權的知識 然後必須準備什麼樣資料庫 所以在這個展覽後期的當中 其實我們也結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就是打仗的一些革命情感的夥伴 所以我們也集結了 就是台灣原唱表示的授權協會 然後你知道現在是一個打群架的時代 不是單打獨奏的時代 如果你自己做 就是自己會摸索很久 那一起去做其實效果會很好 像我們一起去上海授權展參展 其實就有很大的升量和露出還有成績 或者是被台灣的一些部門看到 我們可以參加一些國際的授權 台灣國內的展覽 然後可能有一些優惠 或者是甚至免費等等 因為一個新角色的品牌 其實不容易被接受 但是你很多一起來做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能量和效果 那遇到瓶頸的時候 我當下會有什麼念頭 其實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焦點的那一部影片 就是跟我們其實現在在交流的 一些夥伴很像 就是你一定要敞開新門 然後跟人家做交流 你願意付出一些你的經驗 跟人家分享 人家就會有回饋 所以我遇到瓶頸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前期都很願意跟人家交流 所以其實就會交到 很多的同業的好朋友 所以我有問題的時候 我去問他們 他們都會很願意 樂意的跟我分享 他們擅長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遇到瓶頸的時候 我不會分成做 我都會先取教別人 但取教別人 我會抓 比如說我大概多了一些人 然後大概百分之七十八十 給我的回饋 我在自己消化去做調整 那給大家建議是 為什麼我寫個我不是我 其實是希望大家要了解自己 你是屬於哪一類型的人 比如說你想要進入這個職場 剛剛講說是角色 你會畫畫 可是你要了解你自己是屬於哪一類 比如說像我 我是可以做第一線 也可以自己原創的人 可是有些人不行 他就是什麼創作 所以如果是那種類型的人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很好的夥伴 他可能是你的經濟 幫你去談 那如果你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喜歡畫畫的人 你到底是喜歡畫畫還是想要做品牌 因為品牌跟插畫是不一樣的 如果要做品牌 他要有錢去燒 你知道我們就是 因為參展過程當中 認識了前面 才知道說 原來一個授權展的成功 通常弱點在第三年 比如第一年第二年 要簽成功是不太可能的 那你有沒有這個錢去燒 那如果說你是沒有這個副爸爸 或者是你沒有本業在撐的話 你可能要選擇的 你可能是插畫等等 不同的類型 他比較只有短線的方式 所以你必須去了解 但不管是哪一種 我覺得都是從行動開始 因為做了才知道 你是屬於哪一類 你可以走哪個方向 所以我的主題就是從行動開始 你做了之後 你不一定 你以為說可能你只能達到這個結果 可是因為你可能遇到不同的人 可能不同的變化 也許可以排作出更好的樂章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十二分鐘 十二分鐘的分享 謝謝 所以其實我們生活當中 就可以是一個創作的題材 自己的小孩啊 或是我們平常在做的事情 很多很有趣的 他都可以成為很豐富的一個角色 或者是說一個說故事的方法 對 好那接下來呢 最後